希望把握有限的时间 能够好好的把民众的声称反映出来 陈忠在 建议把台湾变成对岸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他竟然会说还要再讨论 但是后来就马上改口 我想他现在又有这样天秘的发言 就凸显出他对于国际事务的报道 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府去参加这个活动 有人认为他要自身市府 那委员您怎么看 其实行政中立对于冯副长来讲 好像都是装饰品 但是市民朋友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他今天早上受访的时候也问到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对我来说 我就是积极的争取每一位市民朋友的任劳 不管是深入基层 关注政策牛肉 以在最后冲刺阶段 怎么样让所有的市民 了解到我对台北市政未来破坏的愿景 这是我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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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